透鏡成像 先看一下光穿過透鏡 老師 你要幫消費算你便宜一點 穿30 比人多少錢 10塊 你要穿30塊 對我好好喔 光如果經過透鏡 你比較有錢 原理是都要40 然後你已經30了 那我們帶你多好 那給你打折就是70 哇你們的數學都好好喔 想必是120折吧是不是 那你再給我打折的話 不會已經到數了 真的喔 哇 我覺得我很敷衍 有喔 那就好 有就好 有就好 對 後來就一般 就把你戳上 戳上來 你戳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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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這是一個透鏡 什麼叫透鏡 透鏡是光會穿過去 光如果不會穿過去的話 叫什麼鏡 面鏡 面鏡很好 不錯喔 快被鏡鏡到了 可能是比較認真 那個不能穿過去的是面鏡 蛤 就是沒被鏡 沒被鏡 有好不好 都已經寫好了 就只插送到 就只插送出去而已啊 你的會送啦 他的不見得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對對對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光線從這邊射進來 有入射就會有什麼 反射 還有咧 折射 折射 有入射就有反射 然後還有折射 這是法線的話 入射角會等於反射角 那折射的話呢 本來他應該要持續往前走 但是 這如果是一個透鏡 這如果是一個透鏡的話 我要從空氣當中 射入透鏡 透鏡是固體的 光在固體裡面走 會走的比較快 還是走的比較慢 光在固體裡面走 走的比較慢 比較慢的話 它會偏向透鏡 還是偏離透鏡 透鏡 是偏向法線 還是偏離法線 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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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向還是偏離 偏向 偏向 比較慢的話 偏向法線 所以 這是第一次折射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有還是沒有 沒有 好來 大家所有人評比 第二次呢 要出來的時候 第二次要出來 要出來的時候呢 他是不是 本來要繼續往前走 對 但是 從固體出氣體 那這個時候應該是怎樣 變快 變快 變快是會偏向法線 還是偏離法線 偏離 偏離法線 所以 到後來就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所以從頭到尾會產生兩次折射 聽到點頭 聽到點頭 可以囉 好 這是法線要自己想像 法線自己想像 沒錯的 那你的法線 我的法線在這裡啊 我的法線在這裡啊 不是又被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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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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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第一個 欸這邊考試重點開始囉 第一個 脫透鏡 在那邊操完 對阿 現在要在那邊講話 抽兩張的 是的 光會穿過去 第一種要講一次 突透鏡 突透鏡 完全不一樣喔 完全不一樣喔 我先跟你稍微簡單的介紹 突透鏡 你接下來你要準備一把尺 不然你這節歌沒辦法上 這種 突突的 突突的 這個突透鏡 有沒有問題 這樣一片啊 突出來的就是突透鏡 可是那一邊突嗎 這樣 蛤 喔 它的定義是這樣啦 邊邊 邊邊 只要比中間還要窄的 就叫做突透鏡 肚子比較大的 都要突透鏡 你說 這樣子 這樣子啊 這樣還是突透鏡 因為中間是突出來 中間比邊邊還厚 只要中間比邊邊厚 我就突透鏡 那凹的呢 凹的就是中間比 凹的 相較於突透鏡 就是凹 凹透鏡喔 這就是凹透鏡 那就是凹透鏡 邊邊 比中間還要胖 那就是凹 那這個也太胖了嗎 不行 剛剛那個 剛剛我畫的那個 邊邊 不管怎樣 跟我比中間還要來的窄 那凹的在一邊嗎 凹的在一邊 沒有啊 我是說這個胖胖的地方 這個寬度 這個寬度 中間這個寬度 會比外面這個寬度還要來的窄 還要來的 就這邊比較窄 這邊比較胖 有腦下癢好不好 那我要告訴你一個 我要告訴你一個那個規則喔 凸透鏡 只要這種平行的光線 擊中凸透鏡之後 它會做兩次折射 兩次折射折出來之後 會過一個點 歪的 歪的嗎 沒有 簡單 它做兩次折射之後 它過了這個點 這個點叫做焦點 焦點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再來 那如果有一條光線 通過靜心 通過靜心的話 不偏折 對 通過靜心的光線不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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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靜心 通過靜心的光線不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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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心在這邊 怎麼那麼可愛 小凱 老人 他是我班長冰冰 他不是我們七老人 不要吃 極了耶 七老 奇怪的老人 好 接下來你會畫很多 你會畫五到六個這樣子的圖 所以你先來注意聽 比方下 我講完如果你不會畫的話你就糟糕 我覺得你等下畫出來的東西全部都不對 注意聽喔 比方下第二次 你待會畫一個 吐透鏡之後 去量 大概三到五公分自己去量 這叫做焦距 一倍的焦距 再量 兩倍的距離 這叫做兩倍焦距 焦點到面鏡的 抱歉焦點到透鏡的距離就是焦距 先把一倍焦距跟兩倍焦距畫出來 聽到點頭 好 好 開始 一定要 一定要畫準喔 畫不準不糟糕 OK 還是 走 對 好 好 說是距離那個靜希還是距離 近希 3到5公分怎麼可能 不然再長一點啦 不是 你褲子太長 不會啦 不會啦 我等一下要畫5到6個圖喔 你的那個透鏡要畫 高度大概要畫到 至少要畫到2公分喔 什麼東西 隨便你耶 你開心就好 我叫你怎麼做你不做你開心就好 等一下你畫起來就很醜這樣子而已 你要畫0.5也不關你 然後所有人比放下 所有人放下比 所有人比放下 所有人放下比 所有人比放下 所有人放下比 注意看 一開始喔 我拿了一個箭頭過來 放在兩倍焦距之外 那 一開始 箭頭的尖端 光線我都用紅色來畫喔 箭頭的尖端的光線 擊中面鏡之後會怎麼樣 反彈 反彈 會怎麼樣 反彈過哪裡 折射過哪裡 平行光通過圖面鏡過哪裡 過焦點 過焦點 對 對 這是規則 再來 第二個 過盡心的光線 怎麼樣 不偏折 所以不偏折的話 它就會不偏不矣的 繼續 往前直走 那 兩條光線的焦會處 就是什麼 就是 成像 兩光線的 兩束光線的焦會 就是成像 兩束光線的焦會處 就是成像 你知道人是成像嗎 就是那個 成像 對 就是展像 你不能成像喔 對啊 聽說是秦始皇的 爸爸 是 是 他是那個 秦始皇的 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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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秦始皇好像也還 都還不知道喔 他知道 真的嗎 他知道 真的嗎 他知道 他承認他 是 是喔 好可憐喔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 喔 物體喔 來討論一下 我沒有要你畫 我還沒有叫你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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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過兩隻 耶 欸 物體 物體 物體如果在 噢 物體如果在哪邊 像 像就在 哪邊 哪邊 嘿嘿嘿 那這個時候 這個像叫做什麼 名字 名字 物體現在在哪裡 在這邊 什麼在這邊 物體在哪裡 在哪邊 在兩倍焦距外 可以嗎 喔 物體在兩倍焦距外 那像會在哪裡 兩倍焦距內 錯 在一倍到兩倍之間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有 一倍到兩倍之間 然後咧 它叫做 倒立 放大還是縮小 縮小 縮小 很好 放 倒立的縮小 縮小 縮小 縮小還是縮小 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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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成立於那個 螢幕上面 倒立縮小 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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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畫五個 不要再問了你愛姐的畫是什麼 我已經畫得起來了就佩服你 你畫不出來就是哈哈哈哈 只給你30秒 所以給你閉嘴然後專心的話 欸麥可正好啊 好去去去 我要在了也不知道幹嘛 乾脆讓他去那邊吃東西好了 那我害他 冬天到了那冬年要儲存脂肪 我畫好了欸 寫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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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好多 對啊 要獲得 屁啊這也畫太遠 剩下五秒 二 二 三 二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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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 三 三 四 三 三 三 可以跑一下 非常好 現在學期總成績0.001分 這樣很多耶 超多的 你別碰我阿 你怎麼起碰起來 好 趕快畫 趕快畫 趕快在那邊哭 哭了 快點啦,不然現在上不完就一直上到下課,然後上到上課 我們下課會什麼? 我們下課會什麼? 我們不喜歡看大喔 我太喜歡啦,很多人 好笑喔 這有錄影耶 好笑喔 好啦,所有人比方向,你還沒有畫完呢,回家再畫 好啦 反正我會幫我往後上吧,我們就看 好啦,所有人比方向,幾次 兩次 三次 成膠 比方向 第二個,我們把物體放在兩倍焦距上 我們把物體放在兩倍焦距上的時候 光線開始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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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過了之後 其中面鏡過哪裡? 過焦點 哦,其中面鏡過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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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條咧,一定是什麼 過鏡兴的怎麼樣 過鏡兴的怎麼樣 過鏡兴的不偏折,對不對 然後擊中了之後,你會發現 光線相焦 成像在此 成像正好站在 兩倍焦距上 哦,成像站在兩倍焦距上 所以,今天,物體在哪邊,向在哪邊 那它所形成的 那個力不大,有力不大,有力不大 這個位有窮農 你有本事你就做 物體在兩倍焦距上的時候,像也在兩倍焦距上,可以接受嗎? 可以喔,這時候叫做導力 像等大小的十像 要嗎? 用 蛤? 對對對 剛射進來的那個要是平行光 最好啦 最準,最準確 蛤? 你說這個喔? 對啊,是這樣子啊,平行的 平行的這樣,是嗎? 哇,你也不會怎樣 不要擦太多 可不可以移上去喔? 好啦好啦,看你可憐,快哭出來了 哭 為什麼要哭 為什麼要哭 因為他瘋瘋的,你不要哭嗎? 他有點瘋瘋 瘋瘋 瘋瘋 瘋瘋瘋 還是吃太多 我現在看中間 他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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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秒 老師,你不要再這樣 我一秒 你幾幾幾秒嗎 不行 他已經做好了 快點啦 20秒 啊 10秒 放下筆 肚神回家 放下筆 第二次 放下筆 放下筆 第三次 好啊 你不放下筆 我就要複製了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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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箭頭往內移動 站在一倍焦距跟兩倍焦距之間 那這時候第一束光線 經過過晶之後會過焦點 有沒有問題 第二束光線一定過哪裡 一定過晶星 過晶星之後呢 不偏折 所以相交的地方 相交的地方 在2F外 那變大還是變小 變大 變大了 所以可以馬上寫出來 物體在1倍焦距跟2倍焦距之間的時候 相在哪裡 是不是2倍焦距之外 那這個叫做什麼 導力 然後呢 放大10相 好 給你寫 導力放大10相 好 OK的 OK的對不對 我OK啦 保持住 老師 我還有兩盆之交才有在同住轉 我可以說 有沒有打 不是我算 我剛剛想給人家 我上課看搞說 然後會是這樣 真的喔 活該 不是if 那你大部分看Amanmodel 我可以說 誰看Aman 隨便氣過 我剛說你 我剛說你 我偏凱 你剛說妳 我偏凱喔 我偏凱喔 我偏凱 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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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鬧區 還只有10下 還好20秒 因為有人講話才變10秒 欸第二個都還沒好了 舉手 第二個 太慢了吧 最後15秒 10秒 喔 公升好了 有人討論好了 老師你欺負弱智 沒有喔 老師你欺負弱智 我沒有欺負你 好來 筆放下 放下筆 放下筆 這第四個 物體 如果站在這邊的話 第一條線 集中靠近過哪裡 過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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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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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條線平行的一直往前走 所以 物體如果今天物體在 焦距上面的話 好 像在哪裡 像在哪裡你知道嗎 在無窮遠處 就是不成像的意思 好 怎麼在寫 這是不成像 不是上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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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上來啦 不是上去啦 然後上去啦 然後下去上去 好多標 等一下 我不是電梯 好多大 好多了 電梯上樓 好多喔 五樓大 五樓大 好多喔 好多喔 是電梯上去啦 請緊握扶手 站穩塔接 好,大家都寫完了,對不對? 好,再25秒 那正好你發血還沒叫,放血之前叫過來 怎麼發血,你還問我勒 趕快叫過來,你考卷你今天也沒教啊 你今天來學校幹嘛,度假的 對喔,你的行李咧 學不住喔 腳太平間那個站起來 恭喜你獲得罰讚卷命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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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10秒 我老師,我都看得起 屁包 他也很髒 我期間限制的那種,你又負責我覺得特別緊張 我已經負責了 我已經負責了 如果今天把它放在焦距裡面 放在一倍焦距內 第一條光線 過扣筋之後 通過哪裡 這是焦點 這是焦點 是喔 這個怎麼是 什麼東西 所以我現在在修嘛 喔 就是說 上面的一定會通過焦點 喔 我講那麼久,是講假嗎 第二條呢 過哪裡 過近心 過近心怎麼樣 不偏折 不偏折 OK 那你注意看喔 這兩個人 有沒有相交的一天 沒有 然而 However 然而 他們今天如果往後延伸的話 往後延伸 沒有交的 往後延伸 會怎麼樣 有焦點 是不是有焦點 虛下 焦在這個地方 好 這一個下 我會把它畫淺一點的顏色 它在後面 它是正立的 正立的 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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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正立的 所以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說 物體如果在一倍焦距裡面的話 像在哪裡 F 不要寫F 像在 你要自己寫 像 與物 空側 在同一邊 然後呢 它是什麼像 它叫做正立 正立 正立 放大 虛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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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重要的 什麼叫虛向 沒有辦法放在一部上 很好 沒有辦法放在一部上 那個兩條線沒有 那個兩條線沒有 那怎麼用在一部上 就是虛向 蛤 兩條線沒有其他 它是往後 它是往後延伸的 你是往後延伸的 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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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效 蛤 要複製嗎 還要喔 啊我已經複製了 糟糕 繼續畫 開心自稱 開心自稱 開心農場 老師又沒有唱 老師都沒唱 對啊都訓爆 都沒唱 我們那時候要拆超多的喔 那時候要拆超多的喔 沒有八十幾 蛤 我級數喔好像超過八十 我記得我就是一天晚上就從四十幾衝到六十幾 然後就從六十幾衝到八十幾 這樣子而已喔 啊 好罰在那個坐下 大概不慘 第四點還沒起來 快點快點 快給你三十秒 要做第三 不給 拜託 五十謝謝 五十幾衝 我已經喜歡了 還沒的話不多 好因為彭仪講話所以我們就少了十秒 剩下十五秒 彭仪都沒抄耶 從二到二都沒抄耶 為什麼 因為他剛進來 哦對哦 對哦 要進來 是的 不管他往前還是往後都不行 因為兩條是平行線 啊就是你跟一個女生告白 還會跟你說我跟你以後也是平行線 我們兩個以後也沒有焦點 好深喔 對啊 可是這樣還算不錯啊 因為你就不會陪伴在他的身邊 但是看得到吃不到 好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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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們怎麼都可以吃幾夜 什麼時候可以吃 隨時都可以哦 你直接去路邊看到我誰在串 就繼續吃就對了 哈哈 只會被揍而已啊 呵呵 好深喔 老師現在看不到第四了啦 右邊右邊 好來所有人把筆放下 所有人把筆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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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在睡覺 注意看哦 你今天如果把 你的箭頭 往 往 往這個地方移動的時候 往前移動 那你會發現 我畫給你看哦 他這個 頭喔 過焦點的線 會扁 大家過焦點的線都一樣 但是過近心的線會怎麼樣 會不一樣 過近心的線不一樣 所以往後延伸之後 他的焦點是在這邊 是還不是 是哦 所以 他的 虛項 就會長這個樣子 你會發現 我要討論的是 我一直往前走哦 你要注意看哦 就是第一次往前走 然後第二次 第二次往前走 用什麼顏色好咧 橘色 粉紅色 黃色 黃色 哦 這邊走的時候 很醜哦 綠色好了 往這邊走的時候 你會發現 過焦點的線有沒有變 沒有變 但是今天過近新的線怎麼樣 所以就改變了 那它往後延伸之後 在這邊 所以它的像 你會發現物體越靠近的時候 它的像越大還是越小 甚至如果貼在鏡面上的時候 物體的大小跟原來的怎麼樣 一模一樣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要討論的 我今天要討論的 就是說 你的 當你的物體 當物體越靠近 突靠近的時候 那成像 會越來越大還是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很好 喔 會越來越小 好啦 突透鏡全速完成 突透鏡全速完成 今天先講完突透鏡 所以會先講完突鏡 搭輪 發 是 感谢观看